Yoshi,大家好我是Taka,這是一個介紹日本職棒圍組的頻道,希望你們會喜歡 上一支影片介紹了日子史上幾個有名的打線 是有看到一些網友提到其他著名打線,像是養樂多和廣島的黃金時期 嗯,我知道,日子的歷史這麼長我會再找機會補上的 但我還是想講一下,比起用質疑怎麼會沒有講的口吻 我還是比較喜歡大家一起開心的討論棒球啦 OK,這不是重點,今天沒有要講打線 想來和大家一起回顧一下那些著名的投手勝利方程式 在投手這邊和打線方面比較不一樣 在古早的棒球年代也比較沒有所謂的投手分工的概念存在 日子開始記錄投手救援成功是1974年才開始 中繼更是到了2005年才開始有列入成績計算 棒哥我也補充一個小知識 在大聯盟方面,救援成功是1969年開始 中繼則是從1999年開始計算 所以,要講到日子史上著名的投手連線的起源 就是開始有被記錄中繼點了2005年的JFK連線 在影片開始前,先感謝所有YouTube的乾爹Surfshark贊助播出 隨著時代的演進,大家對上網的需求也是越來越大 想要在網路上獲得更多的知識或成就 甚至是要獲得更多樂趣的話 往往都會受到一些網路上地區限制的問題 這時候有Surfshark就玩是OK啦 不論你是要觀賞國外專屬的影集 或是想要下載到國外更優惠的遊戲價格 又或是想要和我一樣在賽季準時收看日本職棒 透過Surfshark只需要一個按鍵就能轉換到國外的IP 3秒鐘就能完成上述想要做到的那些事 以前沒有用這個功能的時候覺得反正我也用不到 真的有在用的時候才知道真的是有夠方便 能做到的事真的很多 Surfshark只需要一個訂閱帳號 就能在無線的裝置上同時使用,非常人性化 另外他們也透過使用不可破解的加密方式 和最安全的VPN協定 讓你在跨界的同時也不用擔心個人資料外洩 同時Surfshark還提供了30天的保證退費機制 讓你有足夠的時間無風險的試用Surfshark的服務 從現在起到1月底輸入我的專屬優惠碼 就能獲得超優惠的6個月的免費服務 直接送半年的好康應該快點手套定起來了吧 由J.Jeff Williams F.藤川球兒 K.九寶田自知所組成的超強力後援 這是指史上第一個被媒體命名的勝利方程式 主要原因就是他們三個在那幾年真的太強大了 在05年的板神只要是以領先的姿態打完6局 是有著超可怕的9成以上的勝率 而J.F.K.三人同時登場的比賽也有著超過8成的勝率 這個J.F.K.連線的組成也絕非偶然 其中最大的推手之一也就是去年的板神優勝監督 鋼田張布 在04年球季 藤川原本因為兼傷都一度考慮要引退了 在二軍監督三口高支的投球動作改造下 藤川才得以席得火之獄的技能並且獲得鋼田監督的重用 轉後援的第一個完整賽季就找出全聯盟最多的80場出賽 和防御率1.36的頂級表現 而Williams則是在04年時 鋼田監督就嘗試讓他和安藤優也組成後援的左右護法 不過兩個人的表現都只能算是在及格邊緣 05年球季鋼田監督讓安藤轉往先發 而Williams則是一觸終結者改當布局投手 他也在那年繳出單季75場的出賽 和藤川一起寫下日之史上首次同隊有兩位投手 單季70場以上的出賽紀錄 而九寶田原先在04年初期還有擔任先發出賽 因為對上缺後援投手的關係才轉任終結者 05年就拿下了27次救援成功排名聯盟第三 他和鋼田監督最有名的場面 是在05年和中日的優勝決定戰的那場比賽 事實我有關那場比賽真的有太多經典的故事可以講 我這邊先挖個坑 總之在9局下藝術局滿累時 鋼田監督首次在上任後親自走上投手球和投手精神喊話 他和九寶田說投給他們打吧 被打出去也不是你的錯責任我扛 隨後要他多丟內角質球對決 而九寶田也在那之後連續投訴了兩次三陣守住不失分 隨後板神才在11局辛苦的拿下了賽季優勝 只不過那年的日本一大賽上板神被寫下難堪的334紀錄 比賽幾乎也都是開賽就爆炸 JFK基本沒有發揮的空間 而這個JFK連線一直是持續到了08年球季 中間也寫下過不少的紀錄 包括藤川的63場出賽,防禦率0.67 九寶田的史上最高單季90場出賽,防禦率1.75等等的事蹟 直到09年,九寶田想要轉回先發之後受傷報銷 Williams也在季中去動了肩膀手術之後 只剩藤川還健康的在球場上 JFK也算正式解散 不過他們的成功也開啟了日職勝利方程式的組成和命名時代 在剛剛提到的JFK連線解散之後 幻軟銀這邊出現了由S. Seth Tadashi 和B. Brian Falkenberg 和M. Mahara Takahiro 所組成的SBM連線 在08年球季,軟銀相隔了12年 再次戰機滑落墊底 王真志寢辭監督,由邱三星二接任 由於過去的主力牛棚、小圓貴行和三賴慶斯等人相繼退化的關係 邱三監督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整頓在前一年相當淒慘的牛棚 在有了頂級終結者馬圓的情況下 首要目標就是先找到可以順利將比賽交棒給馬圓的終繼 於此他在開季就拉上在春訓表現相當優秀的射金正 射金在當年雖然是以備受期待的後援投手被選進軟銀 不過他的選球順位是滿後面的第五位 能在第一年就角說聯盟最多的七十場出賽 反而率還只有1.4技的成績真的相當不容易 他也一口氣拿下那年的最優秀終繼還有新人王的獎項 而接著在射金後面上場的Felkenberg 他也是首年到日本職棒剛加入軟銀 隨後在出登板之後就寫下連16場無智責分的紀錄 Felkenberg雖然是洋將但投得一手好紫插球 當時田中將大還曾表示他是在雜誌上看到了Felkenberg的紫插球握法 試了之後就一路投到了大聯盟去了 有了他們兩人出賽時的穩定表現 再加上林青年就拿過救援王的馬元效號依舊表現相當亮眼 讓軟銀在前一年高達4.42的後援防禦率 在有了SBM坐鎮之後一口氣進步到了聯盟最佳的3.32 而這個SBM連線在隔年的2010年球季 還越組越大團 再加上了賈藤起戒、身符允艷還有金澤賤人的組合 到最後變成了SBM48儲金 名字流來是因為最先串出頭的是賈藤起戒 他的背號是48號在搭上當時女團AKB48的名氣而被命名 這年軟銀的後援防禦率來到了2.48 傲視全日值 軟銀也在這個大團的加持下奪得聯盟優勝 不過SBM48在隔年的2011年球季 設金證先發轉向 賈藤起戒三一個幾乎隱退 基本是只存在了一年之後就解散了 不過軟銀在這兩年間設立了三軍 又在選秀選到了柳田、千賀、牧原和賈匪 又在季後進行了各種大型補強 補進了西川亨、內川聖衣和卡布雷拉等人 往後的十年間可以說是軟銀的黃金年代 講完SBM再把時間拉回來前面一點的2005年 板神在那年靠著JFK拿下了聯盟優勝 而其實在洋銀這邊也是拿下了優勝的羅德 也有著屬於他們的YFK勝利方程式 Y、Yabuta、Yashiko、F、Fujita、Souichi和K、Kobayashi、Matsuhite YFK連線的成績雖然沒有JFK要來的亮眼 但YFK的三人也都相當有特色 05年時,守田已經打了9年的職棒了 前面8年都是先發的身份,但表現上只能稱得上普通 04年開始轉任牛棚之後,沒有了體力上的限制 他的最快球速從先發矢的140公里提升到了150左右 讓他直接成為羅德陣中最重要的牛棚投手 他也在隨後成為第一屆今年賽的日本代表 然後接著一路投到了大聯盟去 要是沒轉往牛棚的話,他可能也沒有想過會有這樣的發展吧 藤田中醫和守田一樣是已經征戰職棒多年 不過稍微不同的是,他從一開始就是後援投手 而且從首年開始就連續5年有著超過50場的出賽 只可惜前面幾年還沒有開始算中繼點 不然藤田應該也會是個生涯超過250次中繼的鐵腕選手 左手4分之3出手,加上一個投得很好的滑球 也讓他得以在06年被選進今年賽的日本代表 在賽會上他主要是擔任一人佐的任務 而最後的關門投手小林雅英可以說是這個YFK的精華了 小林在日職有著2284的救援成功,排名史上第八 不過他真的不是個會讓人感到安定的終結者 這不是只有我在講 就連羅德的自家球迷都認為小林是所謂的劇場型的closer 他在05年這年以29次的救援成功拿下聯盟的救援王 不過他的WHIP可是高達了1.28 以一個終結者來說,這樣的數字還能得獎,真的很猛 而且他的得獎感也是,不管用了什麼樣的方式 比賽最後都是以勝利收場的 小林也在08年前往挑戰大聯盟,加入當時的印第安人隊 而他們三人所組成的YFK也在05年的日本一大賽上 完全壓制了板城的打線,都是無私分的紀錄 雖然名氣不如JFK,但實力絕對也是頂尖的 剛剛前面提到日職開始有被稱作勝利方程式 是從05年開始計算中繼之後開始 不過其實早在這之前,就有過這樣子的雛行了 那就是2000年到2004年,楊樂多燕子的火箭男孩 Logato Boys這個名字,其實最一開始是在稱呼對上一左一右的火球男 石井紅獸和五十籃亮泰 再加上當時已經是超過百救援的高金城武 2001年球季,在他們的好表現下 楊樂多睽違了4年,再次拿下了聯盟優勝 日本一大賽上,再靠著強大的投手群,奪得日本一的寶座 隨後的02年到04年球季,楊樂多雖然沒能延續連霸 但火箭男孩整個是完全升空起飛 石井在02年球季,有著聯盟最多的60球場出賽 角色有防禦率1.51的優異表現 旗艦的K9值高達10.99 而五十籃則是在03年和04年都有著聯盟最多場的出賽 04年在高金到大聯盟發展後,結下終結者的任務 並且以37次的救援成功拿下救援王 有關五十籃和高金的介紹,還請回顧我之前做的影片 這邊我簡單介紹一下石井紅獸 他是1996年在高中畢業後進到職棒 從年進到職棒就登上一軍,相當有潛力 2000年開始在一軍成為重要的牛棚投手 是04年雅典奧運和06年第一屆經典賽的日本代表 曾在22年前的2002年投輸過155公里的球速 在當時是日值史上左頭最快的球速記錄 而五十籃的158公里則是當過好一段時間的日值贅速 在那個年代的這種球速 大概和現在看到朗希長長160公里連發是差不多的概念 所以他們才被起了火箭男孩的稱號 2015年的楊樂多,由山羊將所組成的ROB連線 在球迷界的討論度是沒有這麼高 因為其實牛棚表現最亮眼的不是他們,是球極亮 不過因為是山羊頭,蠻特別的 而且算是跟中華職棒非常有緣,在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2015年球季,楊樂多隊因為前兩年的戰績都是墊底 監督小酸純屍退任,由真宗滿接任 只是其實除了監督之外,整體陣容包括教練團都沒有太大幅度的變動 但卻在這年的季中出現了不一樣的化學反應 投手陣在高晶層無投手教練的持續調整下 後援防禦率從前一年的4.58,飛躍性的突破至2.67 尤其ROB三人的幅度最為驚人 他們三人的成績一如畫面所示,真的超穩定 就連在日本一大賽上也都是能封鎖軟銀的攻勢 只是楊樂多的打線最終也遭到軟銀投手群的封鎖 最終是無冤日本一的寶座 R.Roman Roman Roman在2014年的季中因為首碗傷勢診斷不明 球團一度想要將他釋出,不過在留下來的隔年 攪住了他到日子以來最佳的成績 61場出賽,78.2局的投球拿下23個中繼點,反應率是2.40 不過卻在球季結束後沒能獲得楊樂多球團的續約 主要是考慮到他即將要滿38歲,再加上傷病死的緣故 當時球團在考慮要不要續約也相當苦惱,但最終還是忍痛將他捨棄掉了 而他就是曾在2011年拿下中植聖頭王,後來在2017年又回到Lamigo的羅曼 Androsic,因為名字太難唸了,所以我要直接破梗 他就是現在中植的羅昂 羅昂在2015年球季以120萬美元的薪資加入養樂多 首年就攪出了72場出賽,33次中繼,反應率2.05的超優異表現 有關於羅昂的強大,我想有在關注中植的球迷應該都很熟悉 隔年羅昂在教練團的安排下擔任起終結者 他到6月就攪出了3勝1敗,11次救援成功,反應2.45的成績 不過也在6月的一場比賽,因為隊友失誤造成他的救援失敗 下場後在休息室爆噴一頓,還被教練叫人把他帶走 這故事應該不少人都有聽過 雖然隔天羅昂跟全隊上下都道歉了 當然最終養樂多球團還是決定要和他解約 隨後羅昂輾轉到了美國和墨西哥打球,最終到了中植 Barnet在2015年時已經是日職的第6個球技 除了第1年以外都是仰樂多最重要的牛棚投手 15年他擔任球隊的終結者,以41次的救援成功拿下救援王 從開季開始是攪出了連續23場無失分的表現 整技以防御率1.29是來到日職以來的最佳成績 在這年的球技結束後,Barnet和大聯盟的遊記兵隊 簽下了一張3年代選擇權的合約 隨後他也在16年球技,在大聯盟的賽場上 幾乎複製了他前一年在日職時的成績 成為了旅日就是神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這年ROB三任同時上場的成績 是22勝、兩敗、兩合的可怕表現 只可惜Barnet在退休前沒有考慮來台灣發展一下 不然就可以湊一個中職連線了 Skoto Testaro 這是由Scott Mathison、三口鐵野和西村劍太郎所組成的勝利防程式 他們是12年到14年間居然對拿下3連霸時期對上最重要的牛棚防線 Mathison是從2012年開始到日本職棒發展 隨後在日本一共待了8年 8年的通算防禦率是2.46 其中兩都拿下聯盟的中繼王 2013年角度63場出賽防禦率1.03的成績 那年還是在日值的統一球事件後 打擊數據開始校正回歸的一年 基本上可以稱作是巨人隊史上最強的牛棚洋將 而雖然Mathison2019年在巨人隊隱退了 不過他竟然在去年初再次入選了經典賽的加拿大代表 賽會上雖然只有一場的出賽 可以看到他的直球不再是有著150公里以上的均速 但還是能投到90麥實在很不簡單 鐵野的三口鐵野 是位在日值留下不少史上第一紀錄的選手 他是日值史上第一批玉成選手的身份進到巨人隊 07年轉支配下之後從08年一直到16年間 9年都是60場以上的出賽紀錄 並拿了兩次的中繼王 而且這期間的成績都稱得上頂級的牛棚投手 尤其是11年到13年間的表現堪稱完美 他也是史上第一位玉成拿到新人王和中繼王 也是史上第一位玉成出生被選進日本代表的選手 仁如其名是位鐵人形的投手 雖然最終還是因為肩膀傷勢不得不選擇隱退 但他所達成的成就是很難有機會再次複製的 西村建太郎 曾寫下居然對此單記最多救援紀錄的保持人 不過老實說我個人對於西村還真的沒有太多的記憶點 他從進到職棒開始就被球團一下先發一下牛棚的調動 直到11年球季都還是如此 12年再度正式待在牛棚之後 繳出了69場出賽防御率1.14的好表現 算是統一球事件的受益者吧 在這兩年投書自信之後 在13年寫下最多的71場出賽 拿下42色的救援成功防御率1.13的表現 斯科特特斯塔羅三年間的成績攤開一看 和全勝時期的JFK三年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絕對也是居然對球迷心中一個難忘的回憶 稍微有點可惜的是期間有兩年的不談球年 數據上難免會有些失真 說到日子史上著名的勝利方程式 絕對會提到的除了JFK之外 就是這個前尾加眼賴的組合了 歷經兩任監督從08年到13年的中日黃金時期 替球隊手下一場又一場的勝利 在10年和11年球季也幫助球隊拿下過聯盟優勝的二連霸 前尾至今都還是我個人在過去的日本職棒中最喜歡的一名選手 史無前例的以中繼的身份拿下MVP真的超帥 其他詳細介紹大家可以點擊右上角 收看我之前做過的前尾的介紹影片 不過那個是頻道好早期的影片了 我自己都有點不太敢回顧,還請大家包容一下 而如果說前尾是我心目中最強的中繼 那岩賴仁際在終結者的排名也絕對是非一即二 1999年從社會人進到職棒後 首年就有著65場的初賽 在05年開始擔任終結者之後 寫下連續11年都有24以上救援的紀錄 在15年首周受傷以前的通算防禦率只有2.07 生涯407次的救援成功還有1002場的初賽 至今都還高掛日本職場史上最高的紀錄 而雖說前尾和岩賴的組合是從08年球季開始發光的 但我個人對岩賴印象最深的一場比賽 是在07年的日本大賽的最後一戰 當時洛河博滿監督將投了八局完全比賽的三井大界給換下來 雖然大家都在討論洛河不給選手創紀錄的機會 但其實仔細想想 在那個局面下登板的岩賴其實應該是壓力最大的才對 結果他完全像沒壓力一樣的迅速解決三名打者 不僅沒掉分也把三井的完全比賽給接力完成了 岩賴能夠這麼一直穩定的收下比賽 這種強大的心理素質從這場比賽就完全展現了 有關岩賴的介紹應該不會過太久就會和大家見面的 好的那以上是我自己選出來的 日子史上有名的勝利方程式七選 希望大家會喜歡 也歡迎大家在留言處補上我沒有提到的投手連線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掰掰